哈囉的小學 那摩奇亞這個角色他在試用影片裡面 就已經有打天魔物給你們看了 所以這部影片也會把重點放在他在天魔物的表現上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的SS倍率 還有他的射擊技能跟支援技能都有一些可以講的地方 所以我也會跟你們一併講清楚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那首先就是這個SS倍率 那這個型態的SS是自強化 然後再加上對碰觸到的敵人弱點大提升 那大提升就是兩倍啦 一般的提升只有1.5倍而已 那自強化的部分隨便不重要 重點在後面喔 這個弱點大強化是兩回跟五回 那這個回合呢是包含摩奇亞自己的 所以就是一階他開完SS 輪到下一動動完就沒了 那二階的話就會比較久 可以持續到下一次輪到摩奇亞為止 那你在打天魔五的時候呢 我當然會建議你開二階去增加容錯率 可以的話啦 而且再來就是說如果你開二階的話 就比較不用管隊伍順序 因為假如說你開一階的話 那你想要靠沒魔力秒王的話 你下一動就一定要是沒魔力喔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啦 但是就是注意一下這樣 那再來呢就是他的射擊技能 他的射擊技能是 對最初碰觸的敵人造成HP5%的傷害 那關於這個5%的傷害呢注意一下 第一件事情 他這個傷害是看敵人的最大血量 不是剩餘喔 是看最大的血量 那第二個 就是供血怪是有效的 如果你們有看到一些影片的話 有人拿去打這個17欲的鏡子嘛 可以一次秒掉一條血 然後第三件事情 就是這個傷害呢 是有額外的HIT數的 那第四 剛剛有講到這個東西 有額外的HIT數嘛 但是這個HIT數的順序啊 是在你第一下直歐之前 你在第一下碰到敵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打了兩HIT 但是第一HIT是這個5%傷害 第二下才是你的直歐 所以敵人就算唐一只有一層啊 還是會被擋住 我本來想說如果敵人唐一只有一層 那我打下去嘛 直歐下去破了唐一 然後這個5%再打下去 看有沒有料結果沒料 這個也是算是後來發現的 那關於這個射擊技能呢 就有介紹到這邊 那再來呢就是支援技能 它的敘述是道具劍的效果提升50% 我必須說這個東西非常粗暴 它就是直接把你劍的倍率乘上1.5啦 原本我們一般啦 這個劍的倍率是1.5倍 那有了這個東西就是1.5乘1.5 等於2.25倍 就是這麼粗暴 而且更恐怖的是 它可以跟超力量的劍提升效果疊加喔 而且計算方式還是乘法超誇張 那原本超力量型啊 吃劍是1.5乘上1.2等於1.8倍這個樣子 那有了這個效果之後 它會直接變成1.8倍再乘上1.5 變成2.7倍喔 這麼恐怖 很不錯的能力 真的是很不錯 絕對不是雞肋的那一種 那接下來呢就是門檻的部分 我們是打天魔5嘛 那還是有一些攻擊力門檻可以去達成 那這邊呢介紹一下 一擊殺玉藻前的攻擊力門檻 攻擊力就好了 如果全部列出來真的是漏漏等啦 然後這邊提醒一下齁 一觸敵人的意思是說 你在撞到玉藻前 以前你先碰到一隻怪 碰完一隻怪才去撞玉藻前的弱點 就可以一擊殺 是這個意思齁 等一下我會講巴哈的門檻意思是一樣的 那門檻的部分呢我都已經打在上面了 不要忘記文章也是可以增加你的攻擊力的 好就參考一下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說一定非達成這個不可啦 因為其實王冠你用眉魔力秒掉的話 那前面其實有沒有達成這個門檻也不是很重要 你就選擇齁看你要不要達成 你能達成最好不能達成就算了 不管他 那再來呢就是摩奇亞一擊殺巴哈姆特的門檻 就是第三關那兩隻會復活的啦 那前提還有門檻我都已經打在上面了 你們就參考一下 然後這邊你也可以看到齁 假如說呢你的隊伍有盧納的話 那在有盧納的兩倍buff加持之下呢 你只要加集6000就可以一觸殺這個巴哈姆特的 非常棒齁 那如果你隊伍沒有盧納的話就會辛苦一點 你可能就要達標上面的門檻 或者是如果你不幸失誤讓敵人滿血復活的話呢 你還要兩處敵人加超反傷才能一擊殺 所以呢盧納還是可以帶個一隻啦 喔表現還是不錯的 那最後的最後呢 就是眉魔力亡以秒殺的門檻 這也是這部影片最大的重點 也是我最希望讓你們知道的事情 在有摩奇亞的弱點大強化之後呢 眉魔力秒亡的門檻大幅的下降了 以往啊我們如果要比較低技術門檻秒亡的話 基本上就是盧納你要帶著 愛因斯你要帶著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比較低技術門檻的秒亡 而且眉魔力需求的配置還不低喔 就是這麼誇張 那你說我不帶愛因斯 我就單純靠盧納跟眉魔力秒亡可不可以 當然有機會 但是你可能就要王 以王一來說王以外有五隻怪嘛 你就要五隻怪全撞 然後你眉魔力還要超級頂配 才有機會秒亡 說真的你要王以外的五隻怪全部撞到 然後最後打到弱點 本身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種事情是不太實際的 直到現在摩奇亞弱點大強化來了 他比愛因斯還強 愛因斯還只有1.5倍他直接2倍 那有了摩奇亞的弱點強化之後 你們看 秒亡門檻馬上升這樣 而且你不用五處喔 你只要三處敵人 撞完三隻怪 打王弱點秒殺 這麼誇張 而且更別用說 你在秒亡之前 你可能開個SS或是清個怪什麼的 王還不小心被你消到血了 你的門檻事實上根本還不用這麼高 秒亡難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幅度的下降了 好那關於這個門檻的部分呢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就進入到實戰環節吧 OK那我的隊伍呢就長這個樣子 黑蒂絲的位子你完全可以換成別隻角色 比方說第二隻沒魔力之類的 事情會更簡單啦 只是我的另外一隻沒魔力在小杖 那關於摩奇亞打天魔5呢 我個人啊 對他打這關的定位 我個人更偏向是輔助 因為其實他終究是沒有反魔的角色啦 雖然他有活力殺L活力也不會太差 但是他終究是沒有反魔 你如果在王關前的話 沒什麼感覺 但是你只要打到王關 你不是有沒魔力秒亡的話 他的劣勢就會非常明顯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要秒亡的話 你是要乖乖打完王關的話 沒魔力的表現當然還是毫無疑問的最好 那個人呢摩奇亞就是帶一隻進隊伍來 這個輔助秒亡就已經OK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不用擔心CD太長或是等等的問題 其實也不太需要裝蘇必殺啦 因為第二關是可以存記的 你大可以存好在上路 那這邊呢我也有講 推薦摩奇亞是開二階的 所以你就存到二階 當然你沒存到二階是也沒差啦 你只要把眉魔力擺在他的下一洞呢 你只有開一階也沒有關係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雖然我們能亡一秒殺了 但是實際上過關的速度 是不如沒魔力艦隊的啦 那摩奇亞呢主要是對誰有利呢 就是我技術可能不是那麼好 那打王關真的路線都看不出來 很痛苦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嘗試一下這個方法 用很簡單的方式秒亡 就可以不用再打王關後面了 那當然假如說你原本用劍隊 已經打得很順的話 是也不用刻意去換人 沒有關係 好那大概就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剛剛啊 在第二關存技能 其實你看就已經存到全跳了 主要是要讓羅娜二階 梅魔力二階 還有這個摩奇亞的一階跳起來齁 好那第三關我們就打巴哈 那這邊呢我想控制在這個摩奇亞那一洞帶走 因為你在這個秒王之前你還是要先清怪嘛 你要先留一點這個 怎麼說留一些回合術給其他人清怪 好那我們這邊呢就隨便亂動其實不重要 那等一下羅娜再上buff 然後摩奇亞再把這兩隻帶走 好這邊就有開buff 好重點是這個 梅魔力要上到啦 然後摩奇亞上到 那黑蒂斯不管他 有上到就上到沒上到就算 好這邊也很幸運上到那就太好了 OK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我們該把這兩隻巴哈給帶走了 不過我這個位置有點醜 我一直沒有看到什麼比較好的路線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好那最後呢我就決定這個樣子 先撞4隻鬼然後碰鞋子 然後再回來打弱點 好就像這個樣子 OK非常好齁成功把這兩隻一次帶走進入王關 好那到王關之後呢我們這邊沒魔力進場嘛 當然就要開始這個清怪 下一輪再開他的SS秒王 好這邊非常好齁直接就清掉三隻怪非常好的情況 那等一下呢黑蒂斯SS有嘛 那我們就直接開下去把最後一隻怪給清掉 好這邊就直接開SS 然後把最後一隻怪給清掉就OK了 OK非常好 那接下來呢就怪清完了嘛 王會露出 應該說王會覺醒然後 這個變到下面去 那盧娜等一下就亂動就好不用管 那這個摩奇亞呢就開SS 然後讓王弱點強化 然後沒魔力秒王這樣就OK了 好這邊的話就亂動 好事實上你也沒什麼好做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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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非常好 好這邊呢我們就開SS 然後讓王弱點強化 好注意不要碰到王的弱點喔 碰到王的弱點會直接把這條鞋給秒掉的 我有慘痛的教訓 我本來想說就打一下弱點 強化一下結果 王一條鞋就直接沒了 好有點尷尬 好這邊呢王弱點已經強化 那沒魔力二階SS 就直接開下去撞三隻怪 然後再打王就好 那沒魔力還有這個弱點露出嘛 所以你也不用打弱點的那一邊 你打反側也可以 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打了413千萬 因為我這個其實並沒有達標門檻 所以並沒有把王秒殺 但是已經真的差一點點了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將命再尻一下 對王就剩兩滴血 然後我們再把他帶走 簡單很多真的 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有問題也可以留言問我 我是這邊大家 掰掰